三月住家附近巷口见面 只见身穿红衣服的妇人实在好交集 一手拿着金融卡 一手拿着手机 还请对方帮忙沟通确认 到底有没有惹到大麻烦 但没想到这全是一场骗局 原来高雄这名灵性妇人 19号接获甲检察官来电 说她各自外泄被盗用 涉及相关刑事案件 必须配合调查 并上缴持有的三张金融卡 由法院保管财产 妇人听从指示 与22岁中心车手相约面交金融卡 而卡片到手后 车手随即到ATM提款 高达47万元的赃款 并交邮收谁收 夫人事后发现账户内的存款 不易而非财金决 遭到诈骗赶紧报警求助 经调一件日期 巡线锁定中南身份 并向检察官申请居票 于古山区将他逮捕到案 全案依照诈欺 洗钱防治条例 等罪前移送 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名年仅22岁的中性嫌犯 宛如诈骗集团中的实习生车手 只参与两次诈骗提款 就狼狈落网 夸张的是这一回 一共提领了47万元的赃款 但事后却只拿到1万元的报酬 被抓到后不但得负责赔偿 还得面临诈欺刑则追溯 肯定让他后悔莫及 近新闻黄玉婷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苗一erma 这三日十月 这三天员